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去做完年比较 周比较 甚至月比较 季比较 随便你要做哪些比较都可以做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今天来去依照这个单位比 我们想要知道说 哪个单位啊 它使用我们的频率是最高的 例如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去画出来 这个department name 所以我们先新增一张好了 等一下我们再改名字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画个直条图 例如说我们介绍一下圆形图好了 画个圆形图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以department name 来去画 那这边图例就是有各个单位 接下来呢 直接把这个图例搬到直里面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说 哪一个单位啊 它使用的频率是比较高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呈现 因为太多单位 反而原形图 没办法展现出它的优势 所以我们改成直条图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排序 做什么排序呢 这边排序是在这个点点点这边做的 所以依照什么 依照计算次数来去排序 我先把这个颜色设深一点 但是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个x轴的颜色我设成黑色 可是我觉得你在呈现报表的时候 应该是要以让别人清楚的看到为主 所以你呈现这个报表还不如说 例如说我排前20名 这比较重要 前20名 怎么样排前20名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这样子删减 听得懂 这是最简单 连筛选都不用做了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到时候我们都可以 例如说排名取名之前20名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听完我要花一个小时 你才会听懂 原来大数据分析里面 rank 因为不是用rank 是用rank差 多了一个x来去计算盘 这个方式可能会比较快 然后再多加一点那个值 什么值呢 这个资料的标签 我们大概大致上看到前20名 大概就呈现这个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如果说你想要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那个年的比较 举例来说刚刚是不是有做了一张图 我们来去把这个四年的资料来去呈现 所以我们是不是用日期这个post today 好 然后接下来把什么放在 用纸条图 把什么放在纸里面呢 例如说news title 然后放在纸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我今天点他 因为你大概知道20162017的一个使用情形 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有一种应用 就是我想要去看看这个万华区公所 它的一个使用的情形 好 去看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比率之间的 一个消长 好 这就是我们在使用大数据分析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怎么讲呢 你可以同时去做拆分资料的比较分析 好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刚刚我们做的各年的资料 2015 16 17 18 所以我把这个x轴呢 稍微设成 黑色 自射 x轴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一个 这一个 x轴 这个自射大一点 方便来去看 然后自射成黑色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来去做那个资料比较 资料比较的时候 假设我们今天来去看 2017年 它大概长的情形是怎么样 2016年 它大概长的情形是怎么样 例如说 2017年第一名还是这个 万华区工所 2016年第一名也是万华区工所 贴吻最多 都可以互相这样来去搭配比较 其实我们现在来去做一个联动比较 当我们今天再回去看我们的资料 这个应该叫做 就是前20名 各年 例如说像我现在点到2017年 我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一个使用的情形 2016年 它的使用情形 就是各年 各年各单位 张贴新闻 新闻 比较